國民黨內的整合難題 現在呢又在掀起了一點點火藥味 好這個是國民黨的秘書長 黃建廷他就有透露說 其實徵召是有AB計畫的 在今年的3月份呢 就有跟這個郭台銘來談到 好他們約見面一番討論之後 那當時呢說到A計畫 就是呢讓郭台銘好努力拼 如果呢他徵召了 被徵召成功好 當然就是讓郭台銘去選總統囉 那麼侯友宜就繼續擔任他的新北市長 B計畫呢 就是徵召的是侯友宜好被徵召 那麼郭台銘就列為不分區 來服選這個總統以及立委 好還可以來爭取當立法院長 所以呢當時黃建廷就跟他說 如果A計畫結果不如意的話 還有B計畫 好目前看來當然是走這個B計畫的部分 不過當然郭伴呢 是立刻發聲明來否認了 好那麼郭台銘哦 他就這個他說他非常的痛心 好他在臉書上面又再嗆 國民黨徵召啊是在搞黑箱 他說有心人士呢 居中挑撥抹黑扭曲 明顯呢是在操作非綠陣營的敵對 他呼籲說呢 不必要的攻擊跟捏造到此為止 好看到喔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有稍微的緩加 他說郭台銘跟國民黨都是有共同理念的 就是來下架民進黨捍衛中華民國 這個共同理念是不變的會團結來爭取支持侯友誼 好現在呢這個B計畫的說法遭到郭台銘辦公室的否認 而市議員徐巧欣就質疑了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來提出來呢 甚至引發黨內的小衝突 因為郭台銘最大的罩門還是在誠信問題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上面提出來 把過去的事情然後講出來 甚至引發了一點點的小衝突 我覺得就是希望有群眾上面的壓力嘛 因為郭董他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他最大的問題是他政治生涯的問題 甚至說在他社會影響力上的問題 其實是誠信 就是說他過去在臉書上曾經寫過說 他會全面的支持侯友誼 那即便當時被提名 他當然心裡一定不會太開心 但他已經寫說他要支持了 那他當時說話能不能夠算話 現在還不知道 因為他現在也還沒有說要參選 如果他要參選了 那顯然說話不算話 可是如果沒有參選 他現在所有的一切 增加自己知名度的動作 其實都沒有什麼 就是任何一個公眾人物 他有理念有主張 反正他也有錢嘛 他想要多去推廣 有何不可 所以到底他有沒有違反誠信原則 這個事情是大家物理看花 可是呢 民眾當然會看他最近這麼多動作 會從沒有變成慢慢轉向 有違反這個誠信原則 就是會對他的個人的評價 有一些改變 國民黨這一步的操作 其實非常有趣 黃建廷當黑臉 夠黑了吧 直接捅破他跟郭董 之前講的對話內容 郭董對他很生氣 對他個人是很生氣 可是這個事情是黃建廷講的 不是我們國民黨其他人講的 郭台銘能對其他國民黨人生氣嗎 他基本上不能也不會 所以你看到國民黨發的新聞稿 是什麼 他發什麼新聞稿 去回應郭台銘 他說政黨輪替非常需要郭台銘 需要郭台銘跟我們一起努力 才有可能下架民進黨 所以在大的原則跟框架上面 郭台銘跟國民黨找到共識 兩邊在這兩天內都講出一模一樣的話 就是共同一起下架民進黨 政黨輪替是最大目標 只是該怎麼做 好像現在還懸而未決 可是至少 好像有點把人家拉住了的感覺 我仍然不覺得郭董他會這麼草率的 就跑去獨立參選 因為他一旦獨立參選之後 在野陣營的60%分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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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組人都可以回家洗洗睡 可以不用選了 所以郭台銘沒有笨到跑出來去自殺 我覺得我就沒有那麼笨 所以整體的整合如何整合 我覺得是後續這幾個月來 如果有契機的話 你看有對這個郭台銘有一點壓力 但同時大約保留空間 是不是這樣一緊一鬆一緊一鬆的情況下 更有助於雙方好好的來談判 找到一條共同的路 好 到底有沒有這個B計畫 這個Plan B 好 霍宜呢 被問到的時候 他說啊 自己不清楚整個過程 不過呢 他說我從畢業到辦案 一直都是以官公為最大信仰 強調的是重情重義 好 重承諾是他不變的本質 另外呢 當然現在因為民調比較低迷 所以有一些幻猴的聲音 而他也說啊 這個比賽過程 難免都會有一些障礙 會超越障礙 努力的往前衝 來凝聚所有的力量 贏得勝利 不過看到呢 這個現在郭台銘啊 動作頻頻似乎呢 這個有意要獨立參選 好 看到這個時事評論員李燕秋就說 眼看郭台銘宣布參選 這已經是見在弦上了 國民黨整合不了郭台銘 讓原本就很艱困的撒喀都冒出了第四個人 好 那就準備做一輩子的在野黨吧 但是他也提醒喔 他說呢 郭董現在走的路 是到不了總統府的 而且這是郭台銘第二次願賭不服輸啊 他也呼籲說 別把選民當白痴 這一次呢 必須要給賭書翻桌一個交代喔 就是不要再拔拍掉了 好 看到呢 後遺啊 他現在呢 要來積極的拉起他的民調 好 那他之前呢 找了國安會的前秘書長 金小刀來為這個大選操盤 時事評論員黃明就認為 這個金普聰的加入 侯團隊的轉變 依舊是有限的 地方小雞想要來幫忙宣傳政績 而身為母雞的侯友儀卻沒有事先溝通 來聽他的分析 有一個那個什麼寵物展 寵物展 侯友儀好像十一點東去那個寵物展 早上九點多才在群組公佈說 這個歡迎跟大家議員有空的話可以去 然後就有很資深的議員 就嗆在群組裡面就罵了 你們以後再這樣 我們這些活動怎麼都不知道 想要去幫侯友儀都不知道 你懂了吧 不是小雞不願意 是你母雞沒有盡到溝通的責任 那你不能 你總不能都是侯友儀 親自一通電話一通電話打吧 你也不可能是金小刀一通電話一通電話 議員我們明天會去那個寵物展 不用吧 你就有一個群組把這個活動訊息公佈就好了 那你難道還要這個議員他們自己去上網 去找侯友儀明日行程 對不對 這個最基本的 其實不只是昨天的行程 包括去指南宮都有 地方的議員都不知道 就是侯友儀很多的行程 在地方的聯繫上面 都有一些狀況 金小刀加入了 這個部分沒有改變 那這個團隊是不是還是有問題 還是有問題 我這邊就是講的 你不是今天黨裝下令 所有人只能挺猴 怎麼樣怎麼樣 就結束了 如果今天猴的團隊沒有改變他的一些作風 沒有用 那個信心危機不會消失 而柯文哲近期是炮火猛攻郭台銘 台北市議員徐洪廷就分析 因為柯文哲就發現 他的支持者跟郭台銘是有重疊的 所以想要趕快把郭台銘打下來 對於接下來的選戰 才能夠做到裂解藍營的程度 我認為柯文哲現在出招打郭台銘 最大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發現他的支持者 跟郭台銘的支持者的重疊性 是最強的 所以他必須要先把郭董打掉 他才能夠去把過去這些 已經往他這邊跑過來的支持者 給鞏固住 那在接下來的選戰裡面 他才可以繼續去做到裂解藍營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完全是策略 但是這個策略其實暴露了很多事情 就是說你在講這些過程當中的問題的時候 不管是過去你在講北流的這樣的一個事件 然後你把你的公務員用太監的方式來做形容 不管是你把你跟郭台銘談的這些事情拿出來講 都受不分區這些事情 那其實某種程度你也暴露了 你確實有在跟他談 對啊 對不對 只是沒有談成而已 是 所以這表示什麼 表示你柯文哲你也是在做買賣 我們俗話講的好像買賣不成情意在 那現在看起來買賣不成情意都不在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柯文哲他自己也要想清楚 我還是回到一個重點 我覺得菲律陣營對這些候選人都是有期待的 你們能不能把你們比較好的那一面拿出來 然後不要再為了彼此之間要爭誰是第一名 而彼此互接窗八成這個樣子 你們這樣子到底便宜到了誰 翔嘉雅 算ि 是 這裡 平定 複雅